好 歡迎回到第二集的《動漫無雙》 那我們繼續講這個Eleka Seven AO的故事 我這次其實最主要講 因為這個故事裡面 最令到大家混亂的什麼呢 就是這個平衡世界 這個平衡宇宙的概念 究竟這個故事 first的發生點究竟在哪個位置呢 以下我個人推測不是官方的 其實開頭應該是TV版的Eleka來到一萬二千年之前 生了個倉然後走了 但中段在太空的珊瑚岩掘了一個月光周 然後走了Eleka出來那是劇場版來的 接著她說她有個女兒 那我就想了 會不會劇場版的Eleka生的女兒 TV版的Eleka生的兒子呢 個人想法是 很明顯這件事就是剛才喊有馬爽那件事 首先第一個順序應該都是 有TV版 蘭頓和Eleka 她們 對付Sigurator那時候 在去到故事最後那節也有說到的就是 她將Eleka推了去 另一個平衡世界宇宙 為什麼要推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 無印時期的Eleka 之前已經有個第一胎了 而第一胎是生了個女兒的 而那個女兒因為在這個光粒子 太重的情況之下 她就會變成石化 即是會死掉的 就會是 所以她想生這一胎的時候呢 就想消滅所有的珊瑚華 而中間裏面經過一些因爲 就是連Sigurator就認為要消滅全世界的東西 而最終就是 阿蘭頓 推了Eleka 去現在AO故事的時代 而一推了之後呢 Eleka就刪了一個倉 然後這段時期 其實Eleka 我那次就說完了 那你先去刪 到生完之後 其實第一次 故事裏面說 大家也會在劇情裏面看見 Eleka因為 用不及這些花束 去把結晶 轉移 或者破壞的東西 回收 直接用了這顆結晶 進行了一次的平衡宇宙的轉移 將它帶去另一個平衡宇宙時空 等等 我記得 因為這樣 AO生之前 來過Eleka 來過一次的 但那時候之前已經有珊瑚芽 但政府他們不知怎樣做 是因為Eleka 來了 政府 這個一萬千年時的世界 才知道怎樣對活 珊瑚芽 就是把結晶出來 接著 她離開了這個世界 之後就不知多了幾年 然後才去到一個島 就生回AO出來 沒記錯是這樣的 這個是混亂的 老實說 我搞了兩天 我都搞不好 搞得清楚 究竟她那個時候 有些時序的事情 因為 本身你說在故事前期裡面 Eleka第一次出現的時候 是大肚的Eleka 那個應該是 第一次 轉移 第一次轉移 的時候 來到那個Eleka 她是 而 跟著 因為她來了這一次 知道她是第一次 而且 因為Eleka 因為這樣 而認識了 日本那邊 有兩位的軍官 而 之後她再跳回 十年前 那個期間 就會直接留 繼續留在這裡 直接去到她用結晶 去做轉移 因為這個位 肯定到的 就是因為 她一去到那個時候 她就認得那兩位軍官 而那兩位軍官 因為她是十幾年後 她們才認識她 所以她們又會覺得 咦 為什麼這麼奇怪 為什麼你會認識我呢 那些人看著她說 有路 你知道嗎 這件事是開玩笑的 而 Eleka留在那個時空裏面 協助 那個世界的人 怎樣去對付珊瑚 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當時 稱Livarcel 是Mark 1 是這個時期 而跟著她生了 她再一次轉移 然後跟著 到你說 順序的就是 到阿倉 拿到Livarcel 再 去到第一次 見到 Eleka 第一次來到這個時空 那時候的狀況 所以跟著 過了那個年期 裡面的軍官 都會說 我認得你 但Eleka不認得他們 而這件事過了之後 因為Eleka再跳回去 所以為什麼 她認得他們 那兩位軍官 而那兩位軍官 不認得她 太複雜 不如我們也無聲畫個表說 真的 這個一定要說 這個一定要 去到這裏之後 那故事 都可以繼續順序下去 直至是去到哪裏呢 第一次的結晶炮 發射了之後 而令到就是 小紅隊 消失了 沒有消失 去了做其他事 就是 總之不存在小紅隊 這一隊的小隊 有故事前半期 我當叫A世界 A的平人世界 而阿倉當時 就去了B的平人宇宙世界 而兩者 是沒有任何關聯的 這兩者 這個世界 只是叫做什麼呢 是 他們所有的東西 是相近 即你當世界 即叫做什麼 生機的世界 已經修正了一點 只是 以阿倉的事件裏 只能看到 就是 不存在 小紅隊 這件事 和世界裏面有些事發生 是不同了 即這個如果 照計回你說 現實 我們裏面的時空理論 就是 其實 每一個時空 每一件事都會產生一個支線 而他們 一批支線 產生出來的世界 其實是很近質的 即是有某些事件不同 但大廊的事情 大部分都是一樣的 這個時候 因為中間的故事會講到 吐魯斯和他的養父 寫了一本書 即是會提供到一個 沒有secret的世界 即是我們現在這個世界 我就懷疑是這樣的 在想 吐魯斯說這個世界是假的 假假 難道你是動畫 外面走出來的人 難道你是 他是監督 其實 所以我想 其實 之後會跳到我們這個世界 就是 我講笑的 為何Tools會發電 就是因為 監督想不到這個世界 拿到發電 他已經自己 而去到這個世界之後 其實都 OK 沒問題 這個叫了阿倉跳了去 另一個時空裏面 其實呢 為什麼我會說 不會是這個 你當是時間旅行的形式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如果我這樣跳 所謂A世界跳去B世界 實際上如果是這樣的話 Edica是不可能同時存在在兩個世界 即是同時曾經存在在這兩個世界裏面 所以一定是 叫做 在某一個 轉捏點裡 產生了分支出來的A世界 和B世界 而結晶槍在 那個期間 我會立論 那時候的功能就是 他只能跳去近側的世界 但是 他是會有自然不同 他不可以突然之間跳到一個 全世界毀滅的世界 他跳不到 可能這個 關乎能量的問題 這個就 那我就不清楚了 最重要呢 他怎麼跳 會跳到一個結晶槍不見了的世界 因為你見Scik跳就跳就沒有微波爐 可以是 但他怎麼跳 那些槍都會在這 這是基本的法則 應該是 可以這樣說 應該說 他會跳到一個一定會有 會有阿倉 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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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結晶槍存在的時空 但是不知道哪個時空 總之這三件事一定要存在 無論之後他的設定會變成怎樣 應該就是這樣的 而你去到第二個世界的時候 他們就因為說 以阿倉發射了第一次為基準的世界 就覺得這支槍其實是很危險的 這樣這樣這樣 但是呢 這個時期其實有點亂 理論上 他們在B平行宇宙的角色群 是不應該知道 故事裡面也都告訴他們 他們是不知道結晶槍是可以改變 是可以令到跳平行世界的 他們只是認為是一支殺傷力大的武器 應該這樣說 在B世界 由你所說 在B世界的人來講 阿倉是發生了結晶槍 這個世界 有過去他們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阿倉是沒有了之前的記憶 他繼承了B世界 就是沒有了B世界 這個時碟之前的記憶 所以他完全不知道 但是B世界的人來講 他覺得 你經常有一支槍很厲害 可能A世界的人都知道 因為A世界 阿倉是誰 阿倉就不用說AB 阿倉永遠只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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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就是說 阿倉從A世界 跳到B世界 而B世界的人只知道 這支槍發射過 有很大的威力 這件事就是 等於你好像 上映機裡面 江部那個case 就是 改變了世界線的東西 只有他知道 其他人是不會知道 所以他們是 就算這支槍 有幾大功能 他們任何世界線的人 基本上 理論上 大部分的世界線的人 理論上 不知道這支槍能夠改變歷史 因為他們都沒有可能知道 因為 射的一跳的同時 他們已經被人修正了 所以永遠都是只是打槍之意 而去到 後面 你會見到就是他們 我們經常叫他們 說不要射啊 不要射啊 不要射啊 就是會 不知道怎樣 然後我覺得是 劇本或者監督裡面 可能有些東西 不記得了 他們突然說 會修正歷史 那些東西 他們說 你怎麼知道 你當阿柯跟他們說 他們 他們不相信 怎麼知道 可能他們就相信 OK OK 我當這個立論 這個立論OK 對的 就像沙基一樣 助手他們都沒有這個 能力可以知道 世界線會收穫 但是問題是 他是相信阿光寶 我相信我知道 他就用了 就是這樣 我相信你 就這樣說 沒事的 然後你也看到 其實你說 在B世界這裡 也經常會看到 Erica 亂入 突然之間亂入 在這個時空裡面 她亂入很多 之前都是說 要光粒子衝出來 才走出來 但之後越來越多 可能跟Fleer 聊天 走一走 不知為什麼 而你說 其實呢 我先 Fleer那個case 我要先假設一件事 A世界的Ellina 和B世界的Ellina 它有兩個 而 如果 照理論來說 Ellina 只帶了一個 要是A世界的Ellina 或者要是B世界的Ellina 來了這個世界 如果這個解釋 就是 她在這個平衡宇宙分裂成AB之前 她帶了Ellina走 而 這兩個世界同時都會發生 就是Ellina 會來了 叫做 她認為自己來了這個平衡宇宙 你說不通 你之前說 只有一個Ellina 來過這個時空 就是她一定有抱 要是沒有抱 應該我重新說一次 個case 是 在這個平衡宇宙分開了A和B之前 她還是一個 在選擇線裡面 她還是一個 在這個點 之前 我不知道之前來之後 總之未分裂之前 Ellina 將Ellina 抱起了 跟著跳了一次 導致Ellina認為 跳了來這個世界 然後再分裂AB 所以 A和B的Ellina 都會認為 是Ellina 帶走了她 這個時候才說得通 就是 為什麼 A世界和B世界的Ellina 都會發生同樣 都會認為Ellina 帶了她來這個平衡世界裡 不要那麼複雜 一個是 TV版的Ellina 配過來的 一個劇情版的Ellina 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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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地方 所以 El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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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的就是 Ellina 但是問題 Ellina 劇情版就是 劇場版的情況 很難的 老實說 我已經放棄了劇場版 我這個說法已經放棄了劇場版 劇場版是亂入過一次 但是 劇場版和故事的關係其實是沒有的 然後 你說 去到 這裡 然後Ellina 就發覺了 原來 其實她也是這個世界的人 然後 突然之間 揭屍你 然後突然之間 說了一句之後 其實 我們都是想跟你一起 然後說 OK啦 反正 老實說 這些衝擊都可以這麼容易修正到 果然是看開動畫的人 你可以說 沒有啊 我是曉之聖龍騎士 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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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說 我手上有條黑龍 你現在說 我手上沒有黑龍 怎麼辦 算了 人家喜歡Bang 好翻很簡單 找個男朋友說一句就搞定了 算了 然後 然後 去到B世界線 然後真正說 到阿倉發射第三次 第二次 第二次 第二次的偵察 內流就變了BOSS 真是 好幾次 內流就變了 敵方的BOSS 而就是那一炮 也是那一炮就殺了他 不是 那一炮之前是想說的 射完之前 中間 他媽媽回過一次 拿了一部紅色的機器 他媽媽走的時候 沒有炸了那部機器 那部機器被內流炸了 那我其實想爆炒 那部機器有AI 怎會認下來的 駕駛者 即是你不合邏輯 你說我拿那部沒有AI 那正常 可能有人設定了他 給他拿 但問題 他媽媽回來拿那部 原型機器有AI 應該不會被內流坐上去 你要爭論的就是 都是珊瑚岩的運種 所以他們可能不適應 那我不知道 這件事就很難說 那他給他錯 你咬他著嗎 你真是 突然間 人家說一句 很簡單 其實在這個世界裏面 說的話 就是 只要這部機器裏面 有人工靈魂的話 就是我超強 內流駕駛過多少次 大哥 阿倉駕駛了大半季 都要被他打臉 不過最厲害的第二炮成之後 SYGI轉平衡世界線 他有他的奇蹟 他有蝴蝶效應 一定發生某件事 再做另一件事 但AO這不是的 射完一炮之後 阿土 我這部機器的AI 我在想 有什麼情況發生在另一個 sequence 上了這部機器的AI 我完全想不到 不是 他那個case 就是跟我剛才說的一件事 當發炮的時候 被射中的人 和發射者 這個群體裏面 去到的一個平衡世界 那個平衡世界的先決條件 就是一定要有他們的存在 無論他們的身份是什麼 而 他去到這個世界就是 去到C這個平衡世界裏面 就是Tulus 就是AO那部機器的AI 不是 不是 因為第一炮射是射中了國家 那國家整個地形變了 歷史變了 那當然 那些 那些局法 那些東西就全部不見了 那麼正常 你有歷史的原因 你可以推到的 OK 但第二炮 因為Tulus是Sequence 他不會怎麼變 會變成一個電腦AI 即是你沒有一個中間 你跳不到過去 不是 沒關係 這件事 這件事都可以 這件事都可以 叫做 即根據他的道理說得通 我明白 這件事 根據他的道理說得通 本身 部機 那個AI特質 他就是講的 其實是珊瑚癌的東西 即是珊瑚癌的 你當是變體的東西 而 本身 Tulus都是珊瑚癌的 變體的東西 他就是佔了另一個形式 去輔助在部機裡 而他本質其實是沒有什麼 變過的 即當然他性格變回正常 你不要理他 這件事 不變的人 你要記住這件事 不變的人 只有發射者 和支槍 一定會存在 公用一定會一樣 而其他的東西 是可以不同的 為甚麼去到這裏可以呢 因為一直講的一件事 就是 阿倉坐的那部機體 是沒有 是沒有 即是這個不是定數的東西 所以是轉了去 轉了C世界之後 任何東西都可以改變 我記得前期內流 很重點提過說 阿阿里木基沒有靈魂的 沒有靈魂的 那我打算是否有什麼關鍵 但最後又沒有了 即是C世界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所以已經沒有提過 即是 阿倉 然後我們照說 機體的東西 我們一會兒再說 然後你去到這個世界之後 然後然後 然後 剛好就是阿蘭頓 有同事 來了這個C世界的平衡宇宙 而遇到阿倉 然後 然後 過過那段劇情就不說 過過那段劇情就不說了 過過那段劇情就是 父子打架 一個就說我要救兒子 一個就說我要救媽媽 這些 家庭糾紛 有這些 搞得全世界納納亂 這些都很離譜 簡直是 最後就是 阿倉 利用結晶槍 回到ABC世界 未分裂之前 那個世界 即是 那個世界的點就是 Elica 要把結晶 運到時空俠鳳 那時候 然後 將 Elica 和 蘭頓 帶回去 無印 那個 平衡宇宙世界 而 跟著 阿倉 夾了在這個時空裏面 去到故事 去到最後 他回到一個 不知什麼的 平衡宇宙 我稱為平衡宇宙 問號 的平衡宇宙裏面 然後 跟著 阿Touros 即是 跟Livanzo 再次 向另一個 去到時空下墳裏面 不知去哪個世界 而阿倉 留在這個 問號世界裏面 算了我可不可以說回前面一件事 Touros Diamond Big One 是哪裡來的 你當是那個世界有的東西 這個 真的不知 布斯爐 他作出來的 其實布斯爐真的 布斯爐 沒有 沒有根 沒有根 也都不是 沒有引大過來的東西 算了 又是像Eva說的 地下才藏起一些奇怪的東西 又是 而你說呢 剛才我們說的 這個 這麼混亂的世界線 裏面 其實有一個 我想聽眾搞得明白的 可以聽眾告訴我 這個 我也想了一陣子 如果阿倉救了阿倉 最後阿倉救了阿倉 阿倉救了阿倉 如果這個是平衡世界線的話 我的立論就是 因為阿倉救了阿倉 而阿倉應該不會再出現在 之後的那些閃影畫面裏面 因為他已經拯救了他 在ABC世界裏面 他應該是不存在這件事 你之前說平衡宇宙 他跳來一個世界 平衡宇宙 對 因為他是 我就是說 因為他是 阿倉跳了在那裡 這三個世界 未分裂成三個世界 平衡世界 之前 那個時間點裏面 他救了Aleka 如果他因為這樣救了Aleka 這三個時間點裏面 不會存在Aleka 鬼影響出現 因為他已經救了他 那這三個世界 無論怎樣分裂 都應該不會出現Aleka 所以我剛才說 其實到最後 什麼都沒有 人又沒有 世界又沒有 只有他和陶老師兩個在一起 所以什麼都沒有 劇情可以不用理他 因為你根本 到最後他出了倉 逼返地球 但你不知道地球發生什麼事 你也是 因為其實他 雖然說是平衡宇宙 但裏面也有時間 先後次序在裏面 就是分裂 哪個位 是唯一分裂的轉裂點 哪個位 是會分裂B世界 C世界 這件事 究竟那個時間是否在這裏 但是 若然 若然你說 我剛才說 是未分裂前 阿倉救了Aleka 那理論上 這三個世界 不會存在鬼影 因為Aleka 根本已經被人拯救了 但如果阿倉 是去了ABC世界 其中一個世界 救了Aleka 就是他其實 都沒有真正救過Aleka 這個是問題 還有就是 本身就是他們 跳時空裏面 一直強調 跳時空那個人 永遠都只是第一個 而阿倉 究竟去哪個時空 拯救他 當然他去了定點時空 救了他 那這個位 究竟是 我們不明白的 究竟是屬於B世界 還是A世界 因為如果 適當一個世界 線 的話 都會引致 有一個鬼影 會是很奇怪的 不應該出現 所以我們說 鬼影的存在 當然我會 嘗試方向列個表 出來給各位聽眾 看一下 我說鬼影是劇場版 就是假的 他教過TV版 沒有劇場版 對不對 曾經出現一個小妹版 小妹版 那個才是劇場版 你會長大的 明明的 AO 一萬二千年 都可以長得 生頭髮 我不相信 一萬二千年 可以占到正常人大小 你明明 這樣就誇了一點 你這個 影響了一點 剛剛他就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就是TV版 劇場版 他沒有夠 這樣流浪流浪 就流浪那些鬼影 是 很複雜的 當然我會嘗試 在 之後 我想 大家給我一點時間 我列個表出來 看看 會否可以 做一個合理的解釋 但剛才這個 就是我的解讀 我已經不想去看 他官方 我也知道 官方是沒有解釋過 而 你說 好 接著我們先說 機體那方面 機體我覺得 跟前作差很遠 前作無印就比較 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豐富 但今代看到 聶劉巴仇 好東西吃多武器 有刀 有槍 有頭炮 武器豐富了很多 不像上代那樣 他套路 其實真的有點像 Evalu那樣 一部沒有靈魂 一部有靈魂 無謂 無謂 武裝方面 其實 我都覺得 封劍有人 但這個也有個 故事上的問題 我也有點疑問 我不知道 是不是 我的想法 是否正確 有一個 Eleka Eleka 將這部 V2 無印裏稱為V2 帶了過來 阿倉的世界 放心 這裡沒有ABC世界 我只是說世界 哈哈哈哈 帶了過來這個世界 而 這一部機 留下了在這裏 而她的機器做了傳送 留下了一部機 而這部機 就是為何之後內流會拿到這部機 應該說A.O.出生十年前 他來過一次 A.O.來之前 第二次來這個世界 他真的留下了這部機 而這部機 就被美人拿走了 後來改裝成現在 就是跟著A.O.打過之後 駕駛那一部的 不是 如果這樣的話 這部機一定有靈魂 那M.Tubule來的 M.Tubule來的 M.Tubule是原音機 當時改過來的 這個故事裡面 最令人疑惑就是 由我們看到 阿 蘭頓 同 阿Erika 他們分別擁有的是V3 和V2 但是 如果無印的故事裡面 是由V2變成V3 即是他們兩部 V2和V3 是不會同時存在的 你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這兩部機 而很肯定的事情 就是V2的EVASO沒有目標的聲音 只有V3有這樣叫過 大家聽過的V3裡面 阿蘭頓叫他過來的時候 他是有出過聲的 我正常說V3先是無印版那部機 而V2那部裡面究竟那部是什麼來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而他把V2帶了過去阿倉的世界裡面 而這部機是落下了在那裡 而Erica第一次見到13歲阿倉 即是我們故事裡面第一次見到阿倉那個位置 他一直以為那部尼花獸是阿蘭頓弄出來 來擺到這個世界裡面 因為那時候他不知阿倉是他的兒子 他以為阿倉是和他同樣性質的人種 大家是同作 所以他有一部這樣的東西 但是我跟著那個疑惑就是 那Mark 1是怎樣來的呢 我記得開頭有說過的 即是阿倉拿過那部 開頭有說過是 根據 就是他們說以前 你媽媽吃的老母 拿了那部機過來 不知道為什麼被人拆件又重裝 那很明顯當時Erica 即是有拿那部機 他不拿那部機 怎樣拆結晶先 那問題就來了 如果這樣的話 內流那部V2是怎樣來的呢 為什麼要問我 真的 不是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我一直是不明白 當然我 VV和V2的問題 你是沒有辦法解決 為什麼同時存在兩部 這個肯定是有問題的 我也解釋不到 好 而 如果Mark 1 如果Mark 1 真的是 Erica拿來的那部 不會沒有靈魂 首先是 而 這樣的話 即是他拿那部 是給了內流的V2 然後我就會問 Mark 1是怎樣來的 不 很簡單 我嘗試解讀 首先 阿倉媽拿了那部機過來 有靈魂的 但中間就被光柱吸走了 那就拿一部機 那部機被內流拿 大家都知道的了 那這部機就拿到 爆了 但這部機又被光柱回收了 又回到一萬二千年之後 接著又被難動撿回 就被MAR3 那MAR3 之後又回來MAR2 不是 回來C世界 那明白了嗎 大家 不是很解釋到 不是很解釋到 這件事 即是這部機 中間是有回到一萬二千年之後 接著又變成V3 被難動拿回 唯一有一個位置可以說的 因為如果我們連同劇場版的話 即是告訴你 還有多部V2 但是呢 唯一如果用這個解讀方法 解釋不了這件事 就是什麼呢 為什麼阿倉這部機是沒有靈魂 不是 我也是這樣說 幾年前 即是他們說 是美日 不知道現在搞到 MAR1 究竟是他們用原型機拼湊 不是 他說過的 MAR1 是Elica留下的 而Elica走了之後 沒有人再成功啟動過MAR1 接著中間Elica反過來說 這部機是setup給你的 接著用武器 即是很明顯這部 都是難動作的 所以他一直以為 Elica一直以為這部機是難頓弄的 難頓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弄了出來 然後扔了過來這個位置 但是 你這樣去loop的話 那究竟MAR1是怎樣來呢 難頓是沒有弄過機的 這個平常世界弄出一個問題 不要說就是結晶槍爆出來 就是結晶槍爆出來 沒有話說的 所以 所以我一直在疑惑 當然我覺得 其實可能是我混亂了 我覺得 可能其實 聰明的人 還可能知道 你告訴我這件事 但我真的不知道 這部東西是怎樣來 但是 如果你說 它混在 因為其實 它真的有些意味是混在了劇場版的 而這樣的話 其實真正 其實V2 應該說 叫做MAR1式的機體 其實是存在了兩部的 但是 我是不太明白 為什麼 有一部會沒有了靈魂 因為 如果你用劇場版 和TV版 無影那部 其實都是有靈魂的 其實都是 所以這個 比較厲害 當然 現身 我最喜歡的解錄就是 在我們故事裏面 看到V3和V2一起 那時候 坐出來那部的機體 是沒有靈魂的 而當它去了這個世界裏面 就是 變成了MAR1 就是因為 只有Elica才可以啟動到 但是裡面沒有靈魂的 而 阿倉就是因為近次的東西 它可以操控到 所以 所以 成立了就是阿倉 可以拿到 為什麼可以拿到MAR1 而 跟著 因為 劇場版的Elica來了 帶了一部有靈魂的 劇花獸 然後被內流撿了 所以 就會存在了 有三部劇花獸 一部就是沒有靈魂的 之後變成Tulus 是靈魂的 MAR1 還有V2 內流的V2 還有 蘭頓的V3 這個是我唯一最佳的解讀 大家不知道滿不滿意 不滿意 就無心留言 有什麼高見你說 真的假不通 真的 這套東西 而這套東西 叫做什麼 我問過很多的人 這套東西 其實 這套東西 如果跟AGE比 你會覺得 MENTAL比較垃圾 我大概問了10個人左右 而根據這個調查報告 10個人都會告訴他 AGE比較難 當然AGE 這個是本人問題 我也知道 因為受到太惡慶的關係 我現在真的等了十幾集 這個 我們稍後應該有機會會說 我們大家 我想等四月 沒有啦 大姐 你看得完AO 但看不完AGE 知道哪裏難就知道 大哥 這個是我個人問題 就是 但是你說 去到 最後的 我會這樣說 就是 A A AO 是拯救 在機戰 如果 將來入機戰 他是唯一 可以拯救到AGE的 救世主 他一跳跳成五萬多年 而 而 這件事就是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大家都知道 AGE是 三個世代 而 怎麼可以同時 令三個世代的人物 可以同時存在 在這個 你只能夠平衡宇宙的 不行的 你會打臉的 你要知道AGE裡面 他爺爺小時候 跟他老的時候 說的話 是兩個人來的 那就對 那一下分裂了 兩個不平衡世界裡面 A和B 那所以 A和B是不同 說的東西是不同 就很合理咯 那我們等 阿智電看怎麼搞咯 我真的覺得 就是說 要 要能夠令到 AGE三個主角 都能夠順利在同一代 我 以同一代來做機戰 可以出到的話 只能夠靠我們偉大的 實驗炮 不是的話 是沒有可能令到 這三個時空 可以重疊到一齊 現時的機體來講 因為 4月還有兩套機人片新回來 或者有得救 有套婦女回來 不是機器人回來 我是機器人 你不要管婦女 嘿嘿 但你說Anyway 其實 最後 你說AO那個 實際 那個套路 其實我覺得他搞得複雜了 其實 因為 我覺得其實他是由這個 劇場 當年劇場版之後 開始就走火入魔了 他很著重就是 每一 要 要 界定就是 每一個 新故事 都是另一個平衡世界 但他又要留著之前的平衡世界 令到故事複雜了 我覺得就是 這個我覺得是 本身 他裡面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 不是 最大爸爸他不夠集數 你 26集都不夠?! 他一年回 和半年回 講的東西差那麼遠 你失不下 他在半年回 角度 不斷一年回 要講的東西 根本就是 所以我覺得 簡簡單單 他處理 不要搞 你跳一次平衡世界 就算了 跳一次 我覺得你26集 你還有機會可以 寫得漂亮 你跳兩次的話 我真的幫不到 還要跳三次跟你說 第三次 很吵我跳 我走了 拜拜 而這個故事 其實呢 最後呢 我得出了一個教訓 是很現實的教訓 什麼教訓啊 大哥 大家生小孩之前 要想清楚 就好像 這個case 為了生小孩 搞了這麼多平衡世界 還要死這麼多人 有什麼位 生小孩 生小孩 不是四百萬 這麼簡單 其實 若然你還有些特殊能力 的話 你自己想清楚 你要講X尾那些人 大哥 大哥 你整件事 這件AO的故事 說穿了是什麼 家庭糾紛 隨你不著 一個 一個故事 最後很概括 很簡單地說 你怎樣向人推介 這個故事 很簡單 這個故事就是 男女雙方 生了一個兒子 第一個兒子 腰折 第一個小孩 腰折了 然後他們想生第二 他們想生第二 延續他們的下一代 然後怎樣可以給一個 優良的環境 他這個小孩 去奮鬥的故事 是不是很精彩 你錯了 送回來這裡 一迷前的女生 漂亮很多 你搞錯了 關什麼事 那 就要他一個 優良的 生活環境 而奮鬥的故事 我沒有說錯 阿蘭頓說 你看爸爸 隊友 只有兩個叔叔 一個阿嬸 你看你 還要死了 所以他就要送兒子 去一個優良的環境 那個女兒就是什麼 那個女兒 生出來 為什麼會變石頭 可能就是因為 這個環境不好 又沒有兒子 只有兒子 你看到只有蘭頓一個 沒理由嫁給老爸 是不是 那 為了將來 他的小孩 不會報他後塵 他當然要把他送到 一個優良的環境 那這些是不是父愛 嗯 那解脫了 是不是 整件事很簡單 突然間簡單 嘩這個故事 簡直是一流 好啦 那我們 那就去到這裡 那當然 大家可能敬請留意 這個是第一套要插的機人片 來的 近期的 那第二套當然要插的 當然是AGE啦 好 那 不會很久的 這張旗票 很快的 應該四月左右 大家等一下 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